我还没有走近,这狗已经来迎接了 哇,这里好喜欢养狗的,跟湖南的农村差不多 而且都是土狗的品种 好,我离你这么远啊 好好好,听话听话听话 这两栋呢,外观一看就是干挂食材的 而且里面园林肯定做得很漂亮 哇,先过一个桥哦 有一条河从门口流过 这是后面有山,前面有水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大门是敞开的 但是我发现这边的人都非常好讲话哦 都非常好 哇,有雨伞放在门口 三层的房子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这个园林是不是打造得很漂亮 那些假山弄得跟那个 不是,那些绿化弄得跟那个 真的山一样,浓缩的 就是缩小版的 嗯,走吧,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您好 您好,有人在家吗 哇,他这个房子上面装的是光伏啊 看到那光伏板了没有 这房子太密封了 这房子太密封了 在外面喊,估计喊不应 哇,你看这个园林 好漂亮,好漂亮 有品味啊 这应该是有人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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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景观真漂亮 挺远啊 来,按铃,这里有门铃 可以了啊 可以,可以进去了啊 我有电梯的 哦,好的,有电梯的 刚才跟那个房主 就是,好的,就是阿姨的儿子讲过了 可以进来参观 您好,叔叔 打扰了啊 哇,你这个 这个弄得好大气啊 两个大花瓶 它这里是带电梯的 哇,这是客厅 全部是红木家具啊 真漂亮 哎呀,叔叔还帮我把灯给打开了 谢谢 谢谢 哦,那里还有一家钢琴 全红木的 然后它景观套好 呀,那个房主开车出去了 它这个后面的应该是个大理石的 这大理石的背景 这个它就是一个原木 它就是一个原木 没有那个,没有像色的 就是木头的颜色 吃早餐了吗,叔叔 刚好吃 刚好吃了 这边是茶室吗 是 您带着我参观一下好不好 好好 哇,这些是什么呀 哦,茅台酒啊 茅台酒啊 这里面装的都是酒吗 叔叔 那这都是收藏级别的 也可以喝 也可以喝 我没见过 我只见过小瓶的 没见过这么 这么大瓶的 哦,它还是十二生肖的 你看 十二生肖的 这个是19年的 那个是18年的 这两瓶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 应该有看看 有钱的就收藏这个茅台的 又好看摆在家里 然后这边是茶室 它茶室的整个的 我发现它整个的家具 全部是一种材质 跟客厅那个是一种的 木香味 好香 这茶室 后面还配了一个 那个可以烧茶的地方 洗杯子呀什么的 洗树的 挺漂亮的 叔叔 不那么漂亮 您家是两栋 那边还有一栋 是您两个小孩的 还是 那边还没装修好 两个小孩的 哦,这里摆的也是茅台 我走近看才知道 这里摆的也是茅台 哦,国台 这边就是餐厅了 我能进来看看吗 我妈咬 啊 好,谢谢 谢谢 谢谢 全都是装中央空调的 而且它设计的非常简约 你看 吊顶啊 无主灯的 这也是石头还是磁砖的 叔叔 是大理石 大理石 就是全铺的都是大理石 通铺的大理石 这个黑黑的 黑的是磁砖 那这边就是您的住房了 是吧 特铃室 哈喽 哦,影音室 哇,这个铺铺好大呀 都有个几米呀 几米宽 好几米宽 你看这里是很奢华的 真皮的 然后整套的全部设计 非常好 那一套还没装修好 像一套这样子的房子 大概要多少钱 一千多万 一千多万 上面能上去看一看吗 没有 上去 好,谢谢叔叔 都可以 随便 走楼梯也可以 好,您方便走楼梯吗 方便 方便,好,可以 踏步 踏步也是大理石的呢 很厚这个石材 哦,它墙上是墙布 贴的墙布 它全部是五主灯设计 整个的设计非常 就是现代化 非常高档 这是一个小客厅 二楼的一个小客厅 好了,谢谢您叔叔 可以啊 可以啊 太好了 哦,这是大露台 大阳台 是 哇,这里好舒服 整个是能看到叔叔家的花园的 这一看就是请了专 看不清楚 它那个一看就是请专人设计师设计的 是 那边像是 叫什么仙境一样 你们这个地方我感觉环境真的超级好 这是 哦,它里面都是套房 洗手间带那个卧房卧室一起的哦 全部是套房 我看到的都是套房 面积很大很舒服 好,谢谢叔叔 好,坐电梯 好的,太感谢了 好的,麻烦你了叔叔啊 感谢,我在花园里看看啊 哎呀,哎呀,还有一只 哇,这一只猫好可爱呀 纯白色 好,房子里面看过了,我们再来外面看一下 哇,我感觉它的花园 打造的真的非常漂亮 然后刚才在楼上的时候不能整个的看到全景 现在下来看一下吧 这里还坐的是一个 夏城市的庭院哈 哇,各种印记的花 这就是我们梦想中的花园 对不对 这个是什么花呀 好好看啊,好大一朵 哇,你看 哇,竟然还有造型的,爱心型的 这个还没,这个还没长满 旁边那个长满了,爱心型的 这边是一栋也是叔叔家的 他儿子还没装修好 他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哇,你看这个草皮 还有这边是瀑布墙 石榴,石榴的寓意很好 多子多福嘛 瀑布墙 他的瀑布墙又当是一个隐蔽墙了 因为他是正对着大门口的 哇,他有地下车库 难怪刚才房东 我看到房主是从这里开出去了 哇,还有地下室 我竟然没去看一下 哇,这个是 你看这些圆圆的铺起来了 多好看啊 然后搭着这个凉亭啊 这是石头吧 这应该是石头的 好 很多花我是不认得的 依山而建的 后面也是户坡 起了好高的户坡 这家里有地下室的 哦,我看到了 有地下室的啊 是你整栋房子都有 还是只有这一栋有 只有这一栋有了 刚才那个姐姐是他们家请的保姆 阿姨讲 还请了保姆的啊 难怪家里搞得好干净好干净 叔叔也勤快 打扰了叔叔 我走了哈 谢谢啊 嗯,好,拜拜 他的每一个角度都漂亮 你看 每一个景观都是别出心裁呀 好用心的